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图形制作和编辑中 经常要用到的重要的术语 它们分别是图层、颜色和通道、蒙版以及路径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图层 我这里有一张图片 上面有三个事物 现在把它分成三张图 分出来的这三张图 我们就把它叫做图层 我们现在把这三个图层再合到一起 就得到了我们刚才那个图形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分开对每个图进行单独的更改 而不影响其他的图形 好 我想大家已经对图层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现在来看看颜色和通道 我们在制作和编辑图形时 大多使用的是2GB颜色模型 它是由红、绿、蓝、三种光、交叉混合 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色彩 它可以组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颜色 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电脑、电视等 有光源发光的设备 大多都使用2GB颜色模型 红、绿、蓝这三种基本色 我们作为三个通道 在编辑图像时可以分开来操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CMYK打印颜色 这是书本等印刷物将色彩光 反射到我们的眼睛而形成的颜色模型 多用于打印及印刷时 好,我们现在来说说蒙板 我这里有一张相片 还有一个毛玻璃状的白色板子 这个板子就是蒙板 把它放到相片上面 相片透过它后 变成了只有黑白两色 这样我们在处理相片时 只需要对黑白两色进行处理 不需要再去面对复杂的颜色 路径也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去某地的路线 我们可以规划和更改 这里有路线一,路线二 这就是路径 当然,这里是我们的画笔 我这里简单地介绍了这些术语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欢迎订阅并点赞 谢谢